前臺北市長郝龍斌地狀 申請要停止高端 疫苗緊急使用授權 還呼籲各縣市不要配合施打 請教指揮中心 怎麼看 第二個想請教一下 疫苗不良事件 以及死亡通報的案件 謝謝 這個打疫苗 大家就是不要去呼籲說不要施打 他自己不打就不要打 別人還要打 那第二個當然他個人的一些法律行為 或相關的我們還是尊重 好 有關 昨天接疫苗接種後不良事件 有新增129件 那非嚴重的不良事件有81件 還有死亡7件跟其他一次不良 其他一次嚴重不良事件有41件 那死亡的部分有6件是A例相關 1例是跟莫德納接種後 那 這 這新增的6例疫苗接種後發生死亡之不良事件 那連是78歲到98歲之間 那是接種疫苗後 1天到44天之間發生 那另外 同期間有新增1例 這個莫德納疫苗接種後發生死亡的不良事件 那連是67歲 那是接種疫苗後 4天發生 以上 好 那我們先 來 請 不好意思 剛剛有提到就是說年輕人嘛 就是說 打疫苗的速度 那有很多人很多都在 期待疫苗能夠趕快上線 那這個如果在等補件的高端疫苗 大概還要等多久 那 他們補件的狀況目前是怎麼樣 那如果實在是不行的話 那這批疫苗會怎麼處理 會 我們當然現在還有其他的疫苗 並不是只有 那疫苗裡面他當然符合 我們在檢驗合格 那我們就會封遷 那我們就在一定的量 我們就會開始來打 實驗大概也不會拖太久了 指揮官好 想請問一下就是說 剛剛有說8個要補件的 部分的話 那大概主要的需要補件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 問題是什麼 就是說他大概會影響多少的 數量 這個8P的數量大概是多少 這基本上這個量 大家我也不是很清楚 當然我知道這樣的批數 但是基本上這都是在 檢驗的過程裡面 需要被釐清的一些問題而已 部長好 想請教一下7月15號有提到說18歲以上 在3週就可以打得到疫苗 但是 現在第5輪預約還沒有輪到 請問什麼時候會開放到 18歲以上預約施打 另外有專家提到說 高端可以當第三劑施打 抗體濃度會增加 而且對變異株也更有保護力 未來會有這樣的考量嗎 謝謝 專家的意見 我們都尊重 不過我們當然是要有專家的共識 那才能夠讓我們在做這個施打的企劃裡面 能夠 就是做得更完整 然後那時候是一個 好像副指揮那時候是一個預估值 就往下這樣子走 那基本上還是要看量 我們當然希望能夠 儘快的 能夠讓年輕人都能 也能夠打得到 自由時報提問 指揮官好 想請教一下 剛剛有提到說 高端現在還有10批在檢驗中 那之前有提到說 大概5、60萬劑到位的話 我們可能就會考慮開打 那這10批就是檢驗完成的時間 有沒有一個預估值 那高端最快累積到5、60萬劑 可能大概要多久 譬如說8月中有沒有機會 還是說可能要到8月底 因為還蠻多人在 等待這個疫苗的 謝謝 我想大概8月下旬應該有機會吧 那麼多人 我沒有想到 那是你 你 你